我们今天是市政府副市长 副副市长代表市长 大家今天也放开门的红包 祝大家 每天都有钱 丰富好运动中来 大家都美丽 大家都厚特色 大家都有好康 大家都幸福 大家都有爱 都很爱你 画面上是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在除夕夜晚上 与市府民政处长张渊祥等多位主管 发送新年开运红包 吸引许多民众排队 欢欢喜喜来领取市府的议员开运红包 这次副市长邱佩玲 从庆安宫 奠祭宫 天险宫 大年初一再到极乐寺 慈云寺 圣安宫参拜 并发送红包 为基隆来祈福 我们今天市府团队 很开心可以代表市长到庆安宫 来发开运的红包 希望我们基隆市民 每一个人拿到以后 一年都顺利 天天开心 谢谢大家 新年快乐 医荣市政府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副市长邱佩玲跟市府团队 以及议长通知委 立委林佩祥 多位市议员及地方重要领袖 也跟信众一起拜拜 前程祝祷 进行投箱贺赠仪式 其实我们清安宫长年以来 非常非常多年 从历史以来就是每年的 除夕夜的晚上11点 来办这个投箱贺赠的一个典礼 就是等于插投箱的意思 然后我们就是邀请府会首长 还有地方的陶廊 大家一起来拜拜 那当然我们非常欢迎 所有的市民朋友一起来拜拜 就是祈求新的一年平安 那我们的投箱跟其他庙 比较不一样 就是我们是共同拜拜 共同插香 所以就有一个投箱的贺赠典礼 然后也避免比较多的这个 你看到其他有的要跑 要增强那个投箱的那个 那每个庙的文化仪式都不同 那我们基隆传统的仪式 就是非常重视人情味嘛 那我们是一个非常人情味的一个城市 所以大家共同来一起祈求 妈祖娘娘在新的一年保佑大家平安 所以共同来插投箱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仪式 那会邀请社会各界代表 大家都一起来 那所以每年的除夕夜到大年初一 都是清安工人最多的时候 那今天刚好晚上也没有下雨了 虽然冷了一点 不过也是看到很多的人潮已经涌进来 待会 待会就会非常挤到水泄不同 很简单 辛尼陶古迪会 佩祥在这边 除了祈求我们大家都平安健康之外 也祈求中华民国国运昌龙 风调雨顺 也祈求我们基隆市 能够辅惠和谐 然后施政顺利 佩祥在这边再次祝大家平安健康 龙年行大运 谢谢 习惯了啦 从小就拜了啦 然后可以来求什么 比哪里好了 副市长邱佩玲说 能在除夕及初一走庙是最大的福分 看到民众的虔诚 领开运红包的欢喜 心中也幸福满满 另外副市长也在奠基工抽到签王 期盼台湾这一年都能平安顺利 风调雨顺 也庇佑基隆市运昌龙 市农工商各行各业都能够安居乐业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